主席對於林俊宣委員提案說要針對黃安門的健保費用條件 那你們有什麼看法 任何制度不要針對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 我覺得這個健保的制度 我們已經被世界公認是相當好的一個制度 但是從這當中如何讓大家更完善 可以有兩個考慮 我覺得一個是公平一個是安全 所謂公平是讓有能力的人多負擔一些相對性的責任 這樣政府也才更有能力去照顧經濟上的弱者 這是雙重的公平 那麼在安全上呢 政府的健保制度是照顧國人健康安全的第一層把關 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政府在各種制度面上要完善的做好健保的工作 這個是生命的安全健康的安全 但是同時也要照顧到我們財政的安全 財政的安全才能夠支撐政府去做更多的 其他的以及包括健保的這個投入 所以從這個兩個制度來看 健保的匯率也好 對象也好 那麼以及他實施的整個幅度也好 該怎麼去做合理的調整 國人應該有一個共識 大家應該理性來看待這個制度 已經給國人這麼好的保障之後 我們要如何來保障這個制度 這個才是重要的 不要讓健保走向一個經營上困難的問題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